白宫9月24日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接受11月3日的总统选举结果 一天前 这位共和党总统因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而受到批评 白宫新闻秘书凯利·麦克纳尼在新闻发布会上 被问及特朗普周三的言论时表示 总统将接受自由公正的选举结果 特朗普的言论促使国会共和党人发表了对权力和平过度的支持 感谢观看